欢迎来,我是Sabi 2023年,马丁斯克赛斯指导的《花月杀手》上映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由莱安纳多、德罗尼和布兰登三大影帝参演 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 谁能想到,一直被骑士被欺压的印第安人竟曾富得流油 而那时的白人得向这些印第安人讨饭吃 做他们的工人,当他们的坠绪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有关印第安人的爽片 而是一曲原著名的哀歌 影片的开头如同很多经典文学小说 是一场气氛凝重的葬礼 印第安人捧起侍指的烟斗 以此作为他的化身 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说着沉痛的道词 祭奠自己刚刚去世的族人 一双孩子的眼睛出现在帐篷的缝隙之间 好奇地偷看着自己族群的仪式 说话的老人似乎感受到了孩子的存在 落寞地说出 这暗示了印第安欧塞其族将会被白人压榨 掠夺 还被白人的文化全方位的影响 童话 没落和消亡的命运 镜头一转 人们从阴暗的帐篷中走出 来到了广阔的平原 他们埋葬了逝者的烟馆 军烈的土地里 黑色的石油在翻涌 随后在地底巨大的压力下喷涌而出 强壮年轻的印第安男人赤裸着上身 为了这突来的巨大财富兴奋的舞动 让有黑的石油遍布身体 此刻的背景音乐轻松而欢乐 印第安人正在为意外盗来的财富狂喜不已 而大地的馈赠和危机却在一同酝酿 印第安人不知道的是 在这法律还不完善 处处充满种族歧视的年代 这巨额财富带来的 还有随着欲望和贪婪而来的 嫉妒、掠夺和杀鸡 自此 花月杀手的故事拉开帷幕 故事第一章 欧塞其民族被命运选中的人 在20世纪20年代 按人均计算全世界富有的人群 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奥瑟治族印第安人 也是故事里的主角 欧塞其民族 在1923年 他们获得了大约4亿多美元的财产 而他们获得这笔财富的原因 是因为在白人移民不断来到美洲后 印第安人被驱逐到偏远的地方 而欧塞其民族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州 一块贫瘠之地 却误打误撞地 发现了这里储量丰富的石油 欧塞其民族一跃成为这里的新贵族 他们穿上了白人的衣服 生活奢华的宛如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场景 他们开豪车 玩马术 坐私人飞机 奢华到可以随意丢弃高档的三角钢琴 送孩子去欧洲留学 他们甚至有白人车夫任他们使唤 而这一切都引发了白人的深深嫉妒 在欧塞其人扩瘦生活的对比之下 美国当时一些退役的 底层的 有手好闲的白人青年 反倒显得局促和落魄 他们只能乘坐着拥挤的火车 来到欧塞其民族的社区来找工作 讨一口饭吃 就在这颠簸的火车车厢中 故事的主角小李子饰演的退伍兵 欧内斯特出场了 这一批青年一下火车 仿佛进入了一个大型的劳务市场 身边全是吆喝着为欧塞其人的石油公司 招揽工人的中间人 拥挤嘈杂的人群里 仍穿着旧军装的欧内斯特 迷茫着嘴迷茫地走在人群中 他羡慕地看着那些从轿车上走下的 衣着华丽的欧塞其人 在这些新贵的身旁 是为了争夺工作打在一起的白人青年 受欧内斯特的舅舅黑尔之托 一个名叫亨利的印第安人来接他 亨利虽然甘愿给舅舅当司机 但他可是富得流油 亨利开着豪华红色轿车一路驰骋 经过旷野 随着镜头 我们看到土地上高耸着数不清的石油井架 这些石油井架让人不禁联想到保罗·托马斯·安德森 指导的血色将至的电影海报 以及这背后同样潜藏的巨额财富 和随着而来的欲望 危险 以及残酷的杀戮和死亡 欧内斯特迷茫地看向远方 看着这象征着财富的土地 忍不住问身边的亨利 这都是谁的土地 亨利平静地说道 车继续往前开 他们远离了石油区域 进入了一个牧场 在路过无数牛羊后 路的尽头出现了一栋楼房 欧内斯特下车 见到了面容和蔼慈祥的舅舅黑尔 舅妈 表妹 还有先一步来投靠舅舅的哥哥拜伦 黑尔在这里打拼多年 赢得了欧赛奇民族的信任 担任着费尔法克斯的正式后备副警长 坐定之后 黑尔和欧内斯特闲聊 告诉他 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石油 只有牧牛厂 因为没有石油 所以就没有恐惧 黑尔还刻意强调了一句 所以我在这里别无所求 随后 黑尔画风一转 说道 石油总会干涸 而欧赛奇民族是病态的 此刻 黑尔在侄子面前卸下了一丝防备 露出了自己对欧赛奇人的嫉妒嘴脸 也许是为了维持 自己对印第安人的友好形象 他找不到 欧赛奇人是善良的人 有着宽阔的心胸 但他们总是病痒痒的 欧内斯特别着嘴 点头听着舅舅说话 此刻 他还没有明白舅舅话里的暗示 随后 黑尔像面世一般 接连问了欧内斯特一连串问题 尤其是那一句 喜不喜欢红皮肤的女孩子 这里的红种人 指的就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欧内斯特什么人种都喜欢 一点也不挑食 这令黑尔十分满意 这一来一回的对话 黑尔逐渐展露出了他的野心 他告诉欧内斯特 这里到处是赚钱的机会 但欧内斯特不能惹麻烦 至少不能惹小麻烦 要惹就惹大的 这样才能捞到钱 随即给他安排了开车的伙计 还给了他一本 关于欧赛奇民族的书 让他多读多了解 对于舅舅的暗示 欧内斯特点头陪笑 他似乎已经听懂了 舅舅给他的财富密码 在当时 很多基于财富的白人男性 都选择与欧赛奇族女性通婚 企图用这种方式 占有他们的人头权和财产 在这场信息量巨大的对话后 画面立刻转到了一个 印第安人的死亡现场 随后 在女主莫莉悲伤的讲述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 又一个印第安人的悲剧 他们有男有女 低至21高到41岁 都忽然死于非命 或者是被毒死 但这些离奇的死亡 却都从未被调查 莫莉知道 自己的族人都是非正常死亡 但她并不知道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接着 电影给观众开了上帝视角 让我们直接看到 一个白种男人 在家门口射杀了一个印第安女人 白男把枪放在女人手中 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并抱走了他墙堡中的孩子 其实在这里 导演马丁斯克赛斯 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 正是类似黑尔舅舅 这样别有用心的白人们 用先通婚 后杀人的方式 明目张胆地屠杀欧塞其人 并掠夺他们的财产 镜头一转 女主角莫莉出现在了观众视野里 莫莉此次是来取钱的 但她是个无行为能力的人 也就是说 她需要经过眼前 这个老白男的审核 盘问和许可 才能支取属于自己的钱 这荒诞的一幕 来源于那个时代的奇特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已有初步的法治 白人不能公然屠杀 或掠夺印第安人的资源和财富 于是 在富裕的欧塞其民族的土地上 政府宣称 印第安人不够成熟 是无行为能力人 因此 属于印第安人的财富 并不能由印第安人自由支配 每个人都必须配备一个财务监护人 而这个监护人 当然是白男 在这样的制度下 自然滋生了很多灰色的勾搭 比如白人以匪夷所思的高价 把商品卖给了印第安人 白人挪用印第安人的钱 更可怕的 便是白人谋杀欧塞其人 夺取他们的财产和人头权 办完事后 莫里走出监护人的办公室 迎面遇上了拉活的欧内斯特 上车时 他们还遇上了另一对夫妇 白人丈夫是欧内斯特的战友 他热情地向欧内斯特炫耀自己的妻子 是Full Blood 纯种的印第安人 欧内斯特借机炫耀自己 在书中读到的关于欧塞其民族的知识 却弄巧成拙说错了 被莫里纠正 两人这才大伤了话 莫里看着这个有所企图 却有些笨拙的白人青年 开始对他感兴趣 一来二去 莫里成了欧内斯特的常客 这一切都发生在舅舅黑尔的眼皮子底下 吃饭时 他借机了解了莫里家族 他很满意 侄子已经接触到了目标人物 示意他立马行动起来 追求他并与之同婚 莫里是纯种的印第安人 父亲去世 只剩患病的母亲和姐妹 还有着可观的财产 如果欧内斯特做出恰当的行为 印第安人的财产就能流向他们的手中 这是不违法的 能赚钱的大生意 得到舅舅指点的欧内斯特 立刻展开了对莫里的追求 努力成为有钱人家的追求 他殷勤地接送莫里 并抓住一切机会和他调情 莫里笑着应对欧内斯特的热情 用印第安语说他是贪财的土狼 却忍不住朝他离去的方向望去 显然 他知道欧内斯特贪财 却依然对这个有些莽撞的 英俊的白人青年动了情 这些天里 除了学习欧塞其人的文化知识外 欧内斯特还会和其他白人青年 一起套上头套 打劫富有的印第安人 随后将抢来的珠宝财富 拿去赌博 输个金光 越来越多的白人青年 和富有的印第安女人通婚 生子 这显然已经成了白人青年公开的财富密码 而这颇天的富贵 也终于降临到了欧内斯特身上 莫莉邀请欧内斯特共进晚餐 诉说着自己的情况 她患有糖尿病和生病的母亲同住 自寄世起就认识黑尔舅舅 随后 她问欧内斯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是否会留下 她的信仰是什么 莫莉真诚地了解着关于欧内斯特的一切 而目标明确的欧内斯特 则花言巧语地称赞起 莫莉漂亮的肤色 莫莉再次用印第安语说 欧内斯特是贪财的土狼 这一次 刻苦学习印第安语的欧内斯特听懂了 并笑着回应了她 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 和一来一去的问答中 莫莉接纳了这只贪财的土狼 他们一同去教堂祷告 玩乐 情感迅速升温 聚会上 莫莉和欧赛奇姐妹们 谈论着各自的男人 有人说 这些外男是想要他们的钱 也有人相信 这些男人是为了爱而来 而在这一轮生中 莫莉的姐妹 米妮眼圈发黑 似乎已经病入膏肓 很快 莫莉和欧内斯特举行了婚礼 黑尔作为证婚人 假惺惺地诉说着 自己和莫莉已故的父亲 曾是至交的事 她满脸笑容 非常满意欧内斯特 按照她的剧本形式 在这场载歌载舞的婚礼上 黑尔一步步走向虚弱的米妮 询问她近来身体如何 是否有被好好照顾 还为她进行了祈福 她的惩治让米妮落泪 结果很快 米妮去世了 死因是消耗性疾病 葬礼上 黑尔告诉欧内斯特 米妮一死 她的人头权和土地 就会留给她的丈夫 比尔史密斯 比尔并不是他们的人 而这些财富 本来应该留向莫莉一家 留向欧内斯特 并最终留向黑尔 莫莉的母亲 也撑不了多久了 她很快就会去世 大部分欧塞其人 都活不过50岁 然后只需要等待瑞塔 安娜以及莫莉一一死去 黑尔就能拿到 莫莉家族所有的人头权 土地和石油钱了 自此 黑尔脱下了 对印第安人和善的伪装 将夺命坠续的阳谋 摆在了观众面前 欧内斯特皱着眉 别着嘴 对舅舅点着头 随后 黑尔直接问起欧内斯特 莫莉的身体是否还好 欧内斯特告诉黑尔 莫莉虽然有糖尿病 但目前身体还算强壮 还能照顾孩子 黑尔撇了撇嘴 虚伪地说 当然希望他们永远健康 然后就把目标 转移到莫莉脾气火爆的姐妹 安娜身上 黑尔信心满满地说 安娜身上有把枪 动不动就来两下 早晚会被人报复 意外死亡 日子慢慢过去 欧内斯特与莫莉又添了一个儿子 多一个孩子 就多一份人头权 而多年以来 这个家族里的人头权 始终保持着平衡 这就意味着 家族里将会再死一人 在豪华的房子里 莫莉的母亲 声称自己见到了 象征死亡的猫头鹰 她对莫莉说 你们都与白人成婚 我们的血液也因此变白了 随后 母亲询问起 心爱的女儿安娜 酒醉的安娜赶来 随即因为情感纠纷 与她的情人 白男拜伦 发生激烈的争执 随后 拜伦饶有深意地告诉欧内斯特 她将带安娜回家 暗示已经到了 对安娜下手的时候 此时 安娜正陪伴在母亲的床榻旁 母亲希望女儿留下来陪伴她 而欧内斯特叫走安娜 送安娜上了拜伦的车 莫莉俩此时都还不知道 这一次告别 就是永别 等再见安娜的时候 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躯体 为了调查死因 需要对安娜进行尸检 与此同时 部落里的另一位印第安人 也被枪杀了 接连死了两个族人 欧赛奇人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不再指望 无所作为的州政府 而是召集了 25个原始部落的代表 欧赛奇人知道 自己的财富 引来了太多的白人 这些游手好闲的白人青年 就像秃鹰一样 想要对他们的民族 敲骨膝髓 讽刺的是 在这场聚会中 或多或少知情的白人坠续 欧内斯特就坐在现场 被欧赛奇民族 视为老朋友的黑儿也在 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莫里站出来 代表家族出了5000美金 悬赏凶手 黑儿也追加了1000元赏金 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查到的所有线索 必须经过他手 聚会最后 欧赛奇人决定 派出信赖的白人巴尼 去华盛顿特区汇报 拜访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 向委员会申请更多的 私家侦探和警察 协助调查这场 针对印第安人的连环谋杀 莫里和妹妹瑞塔 为安娜调眼 这时 欧内斯特发现 在米尼死后 拿了他财产的比尔 竟然和瑞塔搞到了一起 看来比尔惦记的 可不止米尼那点钱 灵堂外 欧内斯特去结账 他求白人老板 看在大家都白的面子上 不要偷走安娜遗体上的珠宝 老板硬核着答应下来 随即掏出一个账单 欧内斯特一看 眼睛都直了 什么馆材要1650美元 这可是比卖给白人的价格 要高出整整五倍 老板站起身 用坚定的目光看着他 就算是宰客又怎样 那也是他辛辛苦苦载来的 不像那些欧塞奇人 他们的钱就是从土地冒出来的 另一边 死去的安娜 留下了十万美金给母亲丽兹 以及姐妹莫莉和瑞塔 然而 安娜的监护人 却打起了这笔遗产的主意 一脸愉悦 向痛失亲人的他们提议 把这笔钱贡献出来 邀请乐队到镇上来开party 莫莉冷眼看着这一切 知道和这样的人讲道理是无用的 她怀着亲人逝去的悲痛 与对未知敌人的仇恨 决意要自己展开调查行动 与此同时 被欧塞奇人派去华盛顿告预状的巴尼 收到了威胁信 很快就成了两个白人青年的刀下亡魂 莫莉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 侦探展开调查 发现比尔也在默默调查案件 原来 安娜死前刚刚得知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 她怀了拜伦的孩子 结果命运弄人 她死在了孩子爸爸手上 凶手就是拜伦 只是她没有证据指证她 侦探把情况汇报给了莫莉夫妇 她不知道的是 内鬼欧内斯特 很快又把这些信息转达给了黑尔 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暴露 她指派欧内斯特前去墓地毁尸灭迹 欧内斯特找了狐朋狗友 盗墓贼布莱基 两人炸开安娜的墓 并顺走了她身上的珠宝首饰 接着 欧内斯特希望布莱基 能除掉比尔和瑞塔 这样她就可以抢走他们身上的珠宝和现金 还能从黑尔那里获得1000美元的酬劳 这点小钱就想换两条命 布莱基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于是欧内斯特又提出了一个额外红利 让布莱基偷走她的红色别克敞逢跑车 那辆车上了高额保费 布莱基得到车 欧内斯特能拿到钱 简直就是两全其美 自作聪明的欧内斯特想不到 正是这一出节外生枝 让布莱基因盗窃罪被捕 耽搁了黑尔除掉比尔和瑞塔的计划 比尔很生气 将欧内斯特带去教堂 痛打了她的屁股 黑尔宛如一个庄严的教父 坦言自己是共济会员 身上肩负责任 拍打欧内斯特钱 拜伦还会将圣经拿开 仿佛他们敬畏上帝 黑尔责怪欧内斯特 没有管好自己老婆 又是悬赏金 又是私家侦探的 现在成了他们发家之父的最大阻碍 说起莫利 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在最脆弱的时候 莫利曾对欧内斯特的爱抱有怀疑 却最后又选择了信任她 并又怀上了欧内斯特的孩子 黑尔失去耐心 加快了除掉莫利家族的步伐 他主动为莫利找来了胰岛素 串通了镇上的医生 伺机给莫利下毒 欧内斯特也为了弥补上司的过错 和拜伦联手揍了私家侦探一顿 终止了他的调查 为了尽快拿到莫利家族的遗产 黑尔找到了绝命毒酒师 白人比利 比利给他们推荐了一位炸弹狂人 阿西 在这场对话里 我们也坐实了 以往被毒害的印尼安人 果然都是黑尔谋划的 但阿西平时神出鬼没 一般人还真找不到他 于是黑尔委托毒酒师 比利手下的杂工老约翰前去找人 这条线先暂停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莫利这边 伴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 他的疑心也越来越大 他不再信任医生 但经过和欧内斯特的争吵后 他还是选择信任丈夫 不过这次换成了欧内斯特 来给他打胰岛素 另一边 黑尔的贪婪和魔爪 并不止于莫利家族 另一位印尼安人 亨利也成了他的猎物 亨利就是影片开始 来车站接欧内斯特的那个 监护人不给他钱花 老婆还绿了他 亨利因此得了抑郁症 黑尔传通镇里的医生 把他的评估报告 改成了精神状态良好 不正常不行啊 亨利可是欠了他25000美元 还不上钱 黑尔就什么也不剩了 这段时间 黑尔天天盯着亨利 先是逼他写下了 将遗产赠予予黑尔的遗嘱 然后给他购买了大额保险 等几个月后 保险一生效 再除掉他 到时候人头全还不是手到擒来 为了让欧内斯特协助自己 黑尔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亨利是莫利的第一任丈夫 在欧赛奇人的传统里 是没有离婚这个说法的 黑尔想利用欧内斯特的嫉妒心 隔山打牛 借刀杀人 终于 莫利的母亲 利兹迎来了自己的大献之日 他在冰死之际 见到了祖先 然后在平静中死去了 自此莫利的家族 只剩下他和姐姐瑞塔 黑尔的计划 眼看就要得逞 完成了母亲的葬礼 莫利与黑尔一家共进晚餐 他想起布莱吉一去不回 私家侦探突然消失的事 询问黑尔应该再找谁来协助调查 甚至与黑尔一家 分享了自己再次怀孕的喜讯 直到现在 他仍然全然不知 眼前的黑尔叔叔就是幕后黑手 而莫利再次怀孕的消息 让黑尔责怪欧内斯特意志不坚 仍然与要除掉的女人相亲相爱 为了获得财富 黑尔多条线并尽 加速了自己的步伐 他让欧内斯特催促老约翰 尽快找到炸弹狂人阿希 好除掉亨利 不然就自己上 原本老约翰奉行指跑腿 不杀人的原则 一听欧内斯特说 对方是个欧赛奇人以后 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 决定大干一票 老约翰利用斯九 和亨利打成了一片 亨利带着这个新朋友 寻欢作乐 却不知这个人只是想要自己的命 终于 在一次取斯九的时候 亨利对着这位印第安朋友的后脑勺 开了一枪 然而这样的处理 显然不符合黑尔希望的那样 都说要伪装成自己不小心了 方位怎么能在后脑勺呢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又一位印第安人的意外与命 引起了更多的注意 如惊弓之鸟的欧赛奇人 在屋外点亮了恐惧之灯 甚至还有一些人收拾起行李 打算带着家人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老狐狸黑尔来到曾与亨利 有过节的白人罗伊邦奇的店铺外 假惺惺地给出种稿 提醒他快逃跑 想利用对方的胆小怕事 将这起谋杀罪扣在他的头上 罗伊邦奇脑子可一点也不糊涂 坚持留了下来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让黑尔的甩锅计划彻底落了空 在一个明媚的天气里 莫利和欧内斯特的孩子出生了 大家为新生命的到来相聚 但看着身边牵了祝贺的白人面孔 莫利开始心生疑惑 她来到唯一还在世的妹妹瑞塔家 瑞塔看着虚弱的莫利 对她说道 瑞塔已经先于莫利知道 自己的家族被人盯上了 并一个个被除掉 而此时瑞塔的丈夫比尔无比紧张 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妻子被当作目标 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她拿着手枪打开门 发现门口放着一只死去的羔羊 这是他们收到的死亡警告 而屋里 瑞塔劝说莫利与她一起离开 因为自己的身体 以及对欧内斯特和孩子们的挂念 莫利还是选择信任欧内斯特 并留下来 镜头一转 两位丈夫比尔和欧内斯特在一旁聊天 虽然同为坠序 比尔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欧内斯特的虚荣 也看出了她的紧张 比尔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看起来娓娓诺诺的白人连镜 已经在暗地里策划着她和瑞塔的死亡 黑尔终于等不及要下手了 为了掩人耳目撇清自己的关系 黑尔借口要外出参加畜牧展 暂时离开欧塞奇人的社区 欧内斯特找到了老约翰 让他转达炸弹狂人阿西 是时候下手了 夜晚 一阵剧烈的爆炸袭来 欧内斯特和莫利家的玻璃硬生破碎 欧内斯特走出家门 社区的印第安人一阵慌乱 奔向爆炸发生的地方 瑞塔和比尔的家 在超量的炸药包下 瑞塔 比尔 女仆无依幸免 欧内斯特恐惧地看着这一切 震撼地说不出话 他似乎是忘记了 这是经由自己的嘴巴传达出的杀人指令 当噩嚎传到莫利耳中 他崩溃大哭 他的家族如今只剩他一个人 与此同时 外出的黑尔在欢快的音乐中 与白人们合影 在热闹的序幕展中流连忘返 这些印第安人的死亡 对他来说无足轻重 不过是他获取财富的障碍 都能被星飘飘地 当作动物一般除掉 另一边 是被移为平地的瑞塔的房子 当黑尔和自己的手下回到社区 看到这一切混乱时 两人低语 他们知道 事情又闹大了 这一场惊天的大爆炸后 莫利下定决心做出行动 他向监护人申请提取300美元现金 坚持要只身前往华盛顿特区 他认为 这是自己死前唯一能做的事 非常意外的是 莫利这一趟非常顺利 他见到了印第安人委员会 甚至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 诉说了 发生在欧赛奇的一系列印第安人死亡事件 以及自己是如何失去一个个家人的 莫利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许诺 但他的这一举动 吓坏了黑尔和他的同谋们 他们叫了欧内斯特 叫他将慢性毒药加入胰岛素中 每天定时给莫利注入 这一次 欧内斯特终于要直接对妻子动手 在朝夕的相处中 他很难不对莫利产生情感 而在此前的作恶里 他似乎也一直把自己置于执行者的角色中 逃避着自己的罪恶感 见欧内斯特有些犹豫 黑尔又披上了一副教父的慈祥面孔 引用起了圣经 告诉欧内斯特 这些药物只是让莫利慢下来 仅此而已 欧内斯特依然是撇着嘴 重复着这句 只是让他慢下来 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 欧内斯特就是要亲手杀死莫利 此时 莫利开始感到恐惧 他知道自己成为了猎物 坚持只让欧内斯特接触自己的药物 他甚至在虚弱之际 看到了母亲曾告诉她的 象征死亡来临的猫头鹰 莫利唯有相信丈夫 但欧内斯特却早已按照黑尔的吩咐 亡给她的胰岛素里 加入了让人慢下来的药 故事进行到这里 莫利的家门终于被华盛顿特区 胡佛派来的调查员敲响 心虚的欧内斯特以莫利生病为由 尽力拖延了调查员和莫利见面 夜晚 小镇的人们随着爵士音乐起舞 随着一个个欧塞其人的死去 这些侵占了他们财富的白人 正在享受着狂欢 人潮涌动中 慌乱的欧内斯特找到黑尔 担心自己所做的一切败露 黑尔强装镇定 告诉欧内斯特一切尽在掌握 但其实曾经稳如老狗的黑尔已经慌了 他立马赶去保险公司 想获得亨利的理赔金 但因为亨利的死疑点重重 保险员拒绝理赔 这下黑尔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他开始计划出售自己的农场 盘算着跑路 与此同时 他找到参与谋杀的白人同谋 设计让他们一个一个 因其他的罪行被逮捕 或者被做掉 农场一时之间卖不掉 他干脆烧掉农场 以此骗取保险金 甚至到了这个时候 黑尔仍然惦记着莫利家族的财产 毕竟他安排着将莫利家的人杀了个金光 到了关键的最后时刻 怎能放手 黑尔找到欧内斯特 哄骗诱惑他签署了一份遗注 说明如果欧内斯特出意外 所有的财产将会归黑尔所有 此时欧内斯特似乎明白了 在除掉莫利一家人后 阻挡黑尔舅舅获得巨额财富的人 还有他自己 几名调查员在紧锣密鼓地调查 欧塞其人的死亡事件 黑尔和他的同伙 杀害印第安人的事实 是如此的明目张胆 证据确凿 尽管参与其中的核心成员 有意隐瞒和阻挠 调查员稍微与镇上 稍有良知的人们一聊 就发现了这些嚣张的谋杀 和背后侵吞印第安人财产的计谋 黑尔和这些白人青年 已经设计杀害了几十位欧塞其人 他们当中 甚至有人毫无负担地表明 只要能拿到欧塞其人的人头权和财产 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杀害自己 与印第安人的孩子 夺命坠虚被一个个逮捕 欧内斯特和其他参与谋杀的人 通通被送进了审判庭 他们将接受调查局的起诉 而被下毒的莫莉 也在命悬一线之际被解救 其实故事到这里 电影已经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一切已经非常明了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 影片则在庭审的拉扯中 有些拖泥带水地 展示了这些凶手 是如何受审 狗咬狗 黑尔是如何死牙子嘴硬 欧内斯特是如何反反复复地纠结 在要不要指证黑尔舅舅上反复横跳 而司法又是如何的不公 给了这些白人不轻不重的处罚 随后 欧内斯特在见到莫莉后 企图向他忏悔和赎罪 已经康复了许多的莫莉 问欧内斯特 你是否已经诚实地说出了所有 欧内斯特依然是瘪着嘴 说 是的 我已经说出了所有 可能是因为仅存的良心 可能是怀着对莫莉和孩子们的爱 又或者是为了换取自己的减刑 他说出了黑尔的所有罪行 但却毒毒漏掉了自己亲手给莫莉下毒的部分 莫莉看着欧内斯特异常平静地问出 花月杀手本可以到此结束 但导演并没有这么处理 而是在影片结尾用广播剧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 作为故事的叙述者 我们是否有权利将他人的悲剧变成一种娱乐形式呢 故事最后 一群白人在舞台上诉说着各个人物的结局 而台下的观众也是白人 小镇医生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拜伦被起诉 最后也因为陪审团的分歧而逃脱惩罚 黑尔被判终身监禁 因为经常在狱中给欧塞奇人写信 结果和欧塞奇人搞好了关系 加上贿赂了政客 被假释出狱 只服刑了20年 活到了87岁 葬礼当天 依然来了许多欧塞奇的老朋友们 欧内斯特原本也被终身监禁 最后被保释 和拜伦一起在欧塞奇度过了晚年 而可怜的莫莉 最终在50岁的时候 因为糖尿病去世 接着 导演马丁斯克赛斯登场 真挚地为莫莉朗读了祷告词 他希望美国人都能牢牢记住 他们曾对欧塞奇人犯下的罪行 《花月杀手》的原著全名为 《花月杀手》 欧塞奇系列谋杀案 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诞生 Killer of the Flower Moon 这个名字很有深意 5月原本应是欧塞奇大地上 鲜花盛开的季节 却被疯狂生长的野草 抢夺了生存的养分 象征着欧塞奇人民 美好的生活和财富 被外来者贪婪的掠夺 原著分为三个部分 有着三个视角 第一个部分 从莫莉察觉到亲人接连死去 向族人寻求帮助 调查展开 第二个部分 则是书籍副标题里提到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诞生 从当时办案的难点所在 美国司法和制度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事件 而正是因为胡佛派出的调查员 在这起轰动性案件里 遭遇的诸多阻碍 促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诞生 而第三个部分 是后续对当地欧塞奇人的采访 对莫莉后代的采访 为世人展示了欧塞奇人如今的生活 以及他们是如何放下过往与仇恨的 花月杀手的案件 从始至终都不是因为悬念而让人揪心 它真正震撼到我们的 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罪行 是如此名晃晃 昭然若见 但号称自由 平等的美国 却未曾有效阻止和惩罚这些罪行 讽刺的是 花月杀手上映的时候 发生地俄克拉荷马州 却正忙着立法 想把这段历史从教育中抹去 禁止学校 讲授这些原住民的苦难史 美约其名 不能让学生因为种族 而感到自卑和痛苦 不能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烟 当地一所高中的图书馆 甚至连花月杀手这本小说 都被藏了起来 那些受害者的故事 就这样被彻底掩盖了 这种压制历史真相的事件 不仅仅发生在 俄克拉荷马州 全美已经有超过20个州 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就这样 许多书籍神不知鬼不觉的 消失在了大众视野里 2023年 美国笔会的一份报告显示 公立学校和图书馆的禁书数量 比前一学年多了33% 连许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 都不能幸免 更荒诞的是 佛罗里达州的学校 甚至在教孩子们 黑奴在奴隶之中 是受益的 因为他们学到了 宝贵的劳动技能 这让人哭笑不得 却又让人深深地感到心痛 花月杀手在 嘎那电影节首映后 俄克拉荷马州的副州长 马特呼吁大家 去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希望能借此吸引游客 到本地游玩 为旅游业做贡献 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既然这部电影这么重要 全世界的观众都应该去看 那为什么俄克拉荷马特公立学校 就不能正视这段历史呢 副州长尴尬地表示 可能是时候诚心一下法律规定了 话说得好听 但随后的五个月里 州立法机构依然毫无作为 这逐渐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和媒体的持续关注 社会各界人士 开始发起讨论和抗议 要求政府正视 并纠正历史教育中的漏洞 尊重并传承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 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 一些教育工作者 虽然担心可能会丢了饭碗 但还是选择了站在真相这边 决定把这段历史带进课堂 他们相信通过教育 可以培养出更加宽容 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下一代 即使在极度的不公正中 依然有人奋力争取公平和正义 就像欧塞奇五月的大地 即使在野草疯涨的土壤上 仍有鲜花努力绽放